当地时间17号在黎巴嫩多地发生巡护机爆炸事件后 伊朗外长阿拉格西与黎巴嫩外长哈比布通变化 阿拉格西强烈谴责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公民实施的恐怖主义行径 此外他向黎巴嫩政府以及本次爆炸事件中的死难者家属表示哀悼 并表示伊朗愿意为伤者提供必要的救治和帮助 他指出伊朗驻黎巴嫩大使在本次爆炸事件中受伤 他在感谢黎巴嫩政府立即对其采取救治措施的同时 还询问了大使的最新救治情况 黎巴嫩外长向伊朗愿意帮助黎巴嫩表示感谢 并强调黎巴嫩政府对这一事件采取了严肃的后续行动